两个礼拜里面的最后一场 欢迎各位老师 我想问一下各位老师 有没有老师没有classroom的使用经验 如果有人没有使用经验的话 待会再讲classroom的时候会稍微慢一点 如果各位classroom有相关经验的话 我们会讲快一点 然后后面会分享其他的部分 其他的远距教学 好用的小工具 所以如果有老师还没用过classroom的 请你在 讯息列上面加一好吗 好那 应该大部分老师都用过了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会分享比较多一点那个其他远距教学的部分 那我把画面切换一下 好待会上课的过程中 如果老师没有任何问题 欢迎你在讯息列那边或者是直接 直接在 直接开麦直接询问 那任何的问题就直接在那个 通话讯息上面呈现就可以了 我这边看得到 那因为今天 刚到目前为止 老师们没有反应说 没有用过classroom的部分 那所以 classroom的部分我等一下就很快的带过 很快的带过 那我们会比较 多琢磨在那个 远距教学其他的小工具部分 好那 在 正式教学之前还是跟各位报告一下 哈 那个如果你 呃 如果你有这边应该没有管理 学校 Chromebook的老师吧 如果有的话请你再 讯息列加2 好那这个部分就是我们 花园线有买那个 Chromebook的管理的 的那个 账号了 那所以如果这边有网管的老师 麻烦你 跟那个 智祥主任 看他要那个管理的账号 管理的权限 他可以针对所有的Chromebook一起做管理 好那 其他我们一般的老师 那个教育部他已经帮我们买了这个 go.edu.tw的这个权限 就是 250 个人开会 跟 线上会议可以录制的部分的权限 那所以以目前 现在各位老师用的那个线的线提供的Google 账号 他因为在那个 上次已经公告过了嘛 就是好像是1月份还是什么时候就 已经停止那个线上录影的权限 然后 所以如果各位老师想要做升级 因为教育部已经买了 所以你不升级也 就很可惜了 那就麻烦各位我把这个网址 我把网址 这个网址贴到讯息列上面 那各位可以点进去 各位可以点进去 那我也 跟各位说明一下 那么各位点进去这个网址之后呢 这个地方 各位直接点进去 就可以做升级的动作 那点进来之后 请你用线市账号直接登录 花莲线 那各线市就点自己各线市的 然后 登录 那登录之后呢 你的那个Google的账号 在教育部买的这个权限的部分 他就会升级 升级成功 那后面 后面我就 就大概是这样子 他没有 其他什么提示 那这个账号 跟你原先的账号 原先的那个Google账号 他是分开的 就是线里面给你的Google账号跟 在部买的这个Google账号两个权限是分开的 所以你相当于有两个 Google的账号 那如果你 他资料 如果你要把两边的资料做同步的话 线里面有发一个公文到各校去 就按照那个上面的 我们幸福室也没有办法用 老师可以再说一次吗 这我不太清楚了 所以老师你的问题是什么 哪里啊 高老师你刚刚有提问题吗 对 对 你的问题再说一次好吗 是这样啊 那个 高老师跟我帮他静音 他应该跟别人在讲话 嗯 好 好那个那我们就继续上课 那个 所以各位就是等于拥有两个Google的账号 那这两个Google账号里面是不相通的 所以你们的 档案资料在原来的账号 就不会跑到新的账号去 那包括你们开的课程也不会相通 那所以如果 你要用 新的权限 比如说那个线上录影 那你就必须要在新的账号里面去开课程 这个比较可惜啊 就 就没有办法做转移 那 呃 我会建议你啊 旧的课程开了就开了 那你如果要用旧的课程录影的话 就请你直接用那个OBS或者是OCam OBS或者是OCam去做 桌面录影就可以了 不需要使用 一定要使用Meet的录影 那个 Meet的录影解析度也比较低了 好以上 这个部分是线里面有一些 跟各位报告的地方 那接下来我们正式进入 Classroom的课程 那Classroom呢 它是用所有的 设备啦 不管是PC 笔电还是手机平板都可以 那他唯一的差异就是你在改作业的时候会有 会有一个地方不一样 PC笔电版的他改作业只能用注记的方式 就是你可以在他作业的画面上 注记 可以 但是 我等一下把它放到那个 可以分享的资料 假如我再把网址贴给各位 那 那个 手机平板 他的好处就是你可以用手写的方式去做注记 或者打勾啦 或者直接打分数打在上面 这是他们唯一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如果你要 要有那种手感的改作业的那种方式那就 麻烦各位使用平板 手机真的太小了 好 然后他们都必须使用Clone浏览器 那如果你使用Firebox或是其他的 火狐狸啊 那个 Opera啦 或者是 IE的浏览器那可能会有一些不相容的状况 比如说哪个按钮不见啊 什么东西找不到啊 那这个是要注意的地方 然后就是你要使用那个 我们 教育处给你或者教育处那边给你的这个 Google帐号 大概就是这些注意事项而已 那他的内容也很简单 就是你要公布讯息给学生 还有 公布作业给学生 然后收作业 然后评分跟互动 改作业评分互动 还有 你的所有的档案都存在你的云端硬碟 那所以基本上 他的功能就是只有这样 所以非常的简单 也蛮直觉的 好那这个部分 因为刚刚问过了 没有老这边 呃 这个会议室里面的 老师都用过 都用过 都用过 所以我就很快很快的 把那个内容给稍微 提一下 因为这是这一场 课程的重点 那 各位老师如果已经会了 就稍微再留意一下 那我现在开两个 两个画面去做练 练习了 那 各位老师如果 回家练功的时候 你也可以开两个帐号 那开两个帐号的方式是这样子 就是 你的浏览器打开 然后在 你的这个帐号 你的网页登录的这个帐号的底下 你点一下 我从这边开给各位看 如果说你从 进入Google首页的话 你这边会有一个你的帐号 然后这里还会有你的帐号 那这两个 这个是在网页上面登录的帐号 然后这个呢 是在浏览器上面登录的帐号 那两个权限有点不太一样 那这个是可以带其他的 功能表进来 那这个就是只有这个网页里面同步而已 好 那所以我们会在这个地方 去直接开 比如说你的老师的身份是这一个 那你就打开 打开 然后就把这个当作是老师的身份 放到左上角 那你就再开一个浏览器 然后选 学生的帐号 那你这样子就会有两个不同帐号的页面 可以做 直接的那个登录的练习 你号 这个 我的画面还在 没有 我再重加一次好了 真是不好意思 好不好意思啊各位那个刚刚 不小心按错 按错钮 把那个 MIT的页面给关掉了 好那现在跟一样看到我的画面了 那所以你就可以 有一个学生的帐号跟一个老师的帐号对练 不好意思 刚刚不小心把他关掉了 那所以你就左边会有一个老师右边一个学生可以直接对练 好那 那登录的部分就是各位进来你的帐号之后直接在九宫格这边 然后选那个 课程 Classroom 好那学生这边也是一样 也是一样 那如果你找不到这个Classroom的话你可以在这边去新增 去搜寻去新增 或者到那个 应用程式商店 应用程式商店也可以的 那我这边就直接就进来 因为各位都已经是有经验的 如果有老师没经验要讲 我会放慢速度 那老师的部分呢 开课的部分就直接在这边点一个 加号右上角加号这里 点开课 建立课程 那这个加入是你要去学习 要加入别人的课去学习 所以学生是用这一个 老师是用这一个 我们建立课程然后给他一个名称 比如说 然后给他什么单元什么科目 自己打上去 那建立课程之后 这边就会有你的 新建的跟你曾经加入的课程的列表 他会直接跳进这个课程里面 那你也可以回到课程首页 这是你的 所有参与跟建立的课程都会在里面 这个新开的课程呢 如果你要给学生加入 新开的课 第一步就是要加学生了 加学生的方式有很多 你点进来之后 我先把画面讲一下 左边这里 这一个是可以线上直接产生MIT的连结 那这个MIT的连结就可以直接跟学生开会 开会 然后如果你让学生看到这里有 往右边 往右边打开的话 你储存之后呢在学生的这个 课程里面 这边就可以直接加入 就可以直接去做加入的动作 然后你们就可以直接在这个课程里面去开MIT 那 这是 里面做同步教学的方法 那我们现在讲 先讲加学生 所以你在上面四个页签里面 我们这是 这个讯息串是所有的讯息 包括你公布的资料跟 你要收 你要交代的作业等等 那这一个就是针对 交代的作业 那这个是学员的管理 老师跟学员的管理 那所以如果你这堂课有协作的老师 那我们会在这里加 这里加 比如说你是这个社会科老师 那你有 希望班导师也进来一起管理的话 你就可以在这边去做输入 你可以输入他的电子邮件 那或者是他的名字 我们同一个网域的 或者是你的电子邮件里面 你只要打他的名字 中文名字就可以了 事实上就可以找到他 就可以找到他 就可以找到他 所以你就可以选到他 然后直接把他邀请进来 这是 加老师的方式 那 协同的老师最多可以有20个 所以应该是很够用 那学生的部分要加呢 也是一样的方式 直接点加 那你可以除了 传送这个连结 你可以复制连结用 比如说你们最常用的班级 经营联络的方式 比如说 学校的公告 或是说 你用LINE 之类的 把这个讯息丢给他 那或者是 你在 在刚刚的页面 刚刚我们这个课程的页面 左边这边有一个课程代码 你可以把这个课程代码直接复制 复制之后呢 你在学生 你让学生请他在登录的时候 这里有一个加 你就按加 然后请他加入课程 然后把你给他的代号贴给他 那贴完之后 这边就可以按加入 他就会 加到你的课程了 他就可以加到你的课程 所以 你就可以回到他的 回到他的页面 他就已经进来你的课程 那你这边呢 你到你的成员这边 检视一下 他也会 重新整理一下 他就会出现在你的名单里面 那 这是一个一个的加法 当然你也可以跟刚刚一样 直接去搜寻 搜寻名字 这个是蔡其他苗 一堆 一堆人都找得到 那如果你要 整批加 我们通常学校 网管那边会给各位老师 就是 全部 学生的名单 那其中一定有一栏是电子邮件 那你只要把全部的电子邮件 选起来 你不用管任何格式的问题 直接复制 Ctrl C 到这边呢 直接Ctrl V 然后这时候他是一整串 对不对 请你按一个Enter 他就会跳成一个一个人这样 那你这时候再 按全部的邀请 这些学生就会全部进到你的课堂 那 邀请的同时呢 他一样会发电子邮件去通知这些所有的 被 邀请加入的学生 那所以 这种方式也可以 这种方式也可以去加学生 那如果你不要这个学生就可以打勾 一样可以做移除的动作 移除动作 这个是有关 开课程跟 加学生 管理学生的部分 不晓得老师有没有问题 如果有问题的话 请你 直接开麦 直接问或者是在讯息里面 输入好吗 好 那既然大家都没有 没有问题 那我们就继续了 因为这个部分其实还不会很难 而且大部分大家都有 都有经验 好 那么 接下来呢 除了公布讯息 公布讯息在这个地方 在讯息串的这个地方 你直接可以直接输入你的讯息 输入讯息之后 然后这边可以选你要给哪一个课程 哪一个班的学生可以去做勾选 那这边呢 可以去选 个别的选取或是所有的学生 都可以 然后 这边可以附带档案 附带连结 附带影片 那这个地方呢 可以直接 点了就直接张贴出去了 就会直接张贴出去 那如果说你是 有事先准备好 那你希望说比如说像班老师他每天固定下午3点 他会公告他的回家作业 那他通常会习惯先打好 先输入好 然后 输入好之后呢 他会在这边张贴之前 按一下这个箭头 这里有个安排时间 你就可以去安排 你几点要公告 哪一天的几点要公告 那你安排好时间之后就 就点出去 在那个时间点 这个公告就会跑出来 所以这是公告时间 公告资讯的方式 那在学生这边 他一进来他的课程 这边呢 就会出现老师公告的内容 当然同时也会有电子邮件传到他的信箱去 好 那所以学生就可以 直接在上面看 那也可以在这边直接做回应 送出 那回去送出之后老师 一样就可以看到他的回应 这是公布讯息跟回应的方式 那 出作业也是一样的方式 不过出作业你要换到这个页前 课堂作业这边 请你点一下 那 所以你要给选作业的话就是按建立 建立 然后这几个稍微讲一下 一般我们出作业就是选 第一个 然后这个测验作业呢 是你可以出 可以做测验题 也可以做那个 搜 搜资讯 比如说你要投票 那你要做一些 资料的分析要问学生的意见 所以做类似像选择题这样的一个东西 搜资料回来 这是这个叫测验作业 然后也可以搜问题 可以搜资料 那这个比较常用的是 如果你教很多个班 或者是你那个有一个模组 你有一个公布的某一个讯息那个形式是 经常使用的 比如说回家作业 今天的国语数学那个每一次都是打好同样的 只是内容有些少许的不同 或是你要同一个东西你要用在另外一班 你就直接用这一个 这个就直接复制那个讯息 然后就直接选另外一个班 稍微修改就可以出去 那这个是做分类的用途 就是你在出作业的时候你可以建立大分类 大的分类这样 那所以我们就直接做一个 一个简单的作业练习 所以 这边就可以直接输入资讯 那我会跟各位建议 既然你有那个Google帐号的话 在电脑版 因为 电脑不像手机平板 App 有那个语音输入法 所以你要打字会比较痛苦 那所以我们通常会习惯在 另外开一个页签 你到你的 云端硬碟或者直接开文件 直接开文件 那在文件里面 你直接开一个新的空白文件就可以了 那个PPT也可以 然后Excel表也可以 就是要用云端的 然后这边工具里面会有一个叫 语音输入 工具里面有一个语音输入 你把它打开 然后 第一次他会 让你允许那个麦克风使用 那你就要按允许 好那你要 做这个文字辨识的时候 你就直接把它打开就可以了 请各位佼佼 今天上课第1个单元的 国语的 习作 好 你看他就帮你给 就帮你翻译好了 就那个语音辨识就自动辨识好了 所以你只要直接复制 到这里 直接贴上去好了 这个辨识率非常的高了 那你就不用在那边输入打字 很辛苦了 好那这边一样可以附带 其他的连结啦 档案啦 影片等等 好 那这里还有一个选项就是 你要公布给哪一个班 这个讯息有没有专属哪一个班 然后或者是专属某些学生 然后这个是你的评分表 百分等极致 然后有没有截止日期 比如说我 收这个作业只收到明天的中午 那你就可以把时间决定好 那好了之后呢 就直接按出作业 那出了作业之后呢 学生这边 学生这边 我重整一下 重整之后你就会看到 老师出了一个作业 老师出了一个新作业 那这边呢 左边也会显示说 即将到期的作业 所以有一个提醒 提醒有一个小秘书的功能 所以学生看到你的出的作业 从这里点 或从这里点 剪进去之后呢 看到你的详细的内容 然后他就可以去做他的作业 假设我们今天是 就是传统的方式 请学生写习作 那你就要跟学生说 请你把习作 就是写好之后 拍照传上来 那学生做好之后 他就在这里 新增或建立 直接我要交作业 然后我是拍照 所以我交档案 那他就去他的电脑里面 找他拍好照的照片 那交一件也可以 交两件也可以 就让他 就只要全部选起来就好了 好了之后按开启 那全部的作业 就会跑进来 好了之后 如果还要再加 一样还可以加 一样还可以加 那全部作业都进来之后 如果他确定OK了 我已经绞交了 我就按绞交 这个动作 这个就是确认绞交的动作 所以他按了绞交之后 按绞交 老师就会收到讯息 所以在老师这边 他 左边 我重新整理一下 他的那个 张贴 的这个作业里面 作业里面 或者是他从课堂作业里面 他就可以看到 你把他点进来 就可以看到 有一位同学已经绞交 然后还没交 还没交的有几个 那所以呢 你从这个已经绞交的地方 你点进来看 就可以看到这一个人 他的作业 那这里可以直接打分数 那你也可以点进去看详细的作业内容 点进来看 那你就可以去切换 看他的 每一张的作业 那这边 顺便跟各位提一下 就是 刚刚有提到 手机平板跟电脑板 唯一的差别就是这个地方 如果你是用电脑板改作业的话 比较可惜的是 这边没有那一支笔 没有少了一支笔 所以你只能 你要改他的作业 你只能比如说 你觉得这个地方有问题 你把他框起来 他会让你做注迹 这里不够清楚 怎样 请你再做一下 按注解 然后这里 做得很好 就注解一下 所以电脑板只能用这种方式 去做批改 但是如果你是那个手机平板的话 这边会有一支笔 点下去之后你就可以打勾 98分 你很棒 打星星 随便你 就是用手 手的那个批改方式 然后批完以后上面有个存档 按存档 学生就可以直接看到你的那个 用手批阅的那个内容 然后你的成绩可以打在这个地方 打在这个地方 打好了之后呢 直接按发环 发环 那你发环之后 学生就可以收到 你发环的讯息 你发环的讯息 所以在学生这边 学生这边呢 他点到他的课堂作业这边 他就得进来看 老师已经评分了 你可以去看一下你的内容 老师给你95分 所以这边就可以看到你的内容 想这样 好 那如果说 我再回去 如果说你 你觉得老师给你的分数不满意 老师我要重做 说我要重做 对 跟老师回复 然后 然后你就直接在这边 这边就可以再重新缴交 所以你可以直接 我这个不要 这个不要 然后我再去竞争 重做的档案 然后 都重新弄好之后 按一个重新缴交 重新缴交 这样你的作业就重做了吧 重做之后 老师这边 老师这边呢 他 我重新整理一下 他这边会出现 乙虫交 乙虫交 那乙虫交的话呢 如果你看过 如果你再度看过了 然后你有 有要改他的分数的话 你在这边一样可以做修改 一样可以做修改 修改之后记得要发还 你现在还没发还 所以他看不到 他现在学院这边 如果还是重整的话 现在还是95分 那当你发还之后 改98分了 改98分之后呢 你学生这边你再重新整理 他才会看到98分 所以这个是交作业的部分 那有关那个 出作业跟交作业的部分 不晓得各位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那这边也会出现 好 那这边也会出现 老师这边 那个三条杠点一下 这边也会出现说 你有没有带批阅的 就是他已经交作业 然后你还没看的 他会出现在这边 你可以从这边点进去 就可以看到 还有哪些没改的部分 那所以这个是他的出作业的方式 那其他的内容其实差不多 各位可以自己试一下 我们给各位两分钟 然后试着操作一下 Classroom最重要的部分 其实就是出作业跟交作业而已 所以你收档案会很方便 你可以让他 用各种形式的方式去交作业 比如说让他录个影 拍照 录音 或者他用手写的 拍照传过来 都是可以的 所以你就可以回归那个 以前的传统的教学模式 写行作 他只要会拍照会上传就好了 以上是Classroom里面的 常用的部分 那因为他的功能也没有很多 那 最后呢就是成绩这边可以查到 那个全班的成绩 就这个作业 全班的成绩 这一个作业 这样全班的成绩 所以也方便你去做那个成绩的 登记等等 好那以上是Classroom的部分 Classroom的部分 那所以各位 应该 会知道看起来就很简单 大概没什么困难 好那接下来 有问题的话 各位老师直接开麦 直接开麦直接讲好吗 那如果 各位没有问题的话 如果觉得OK的话 请你打个OK在讯息列好吗 那如果 老师OK我就要继续啰 后面是 就是一些远距教学互动的部分 好 那 我想老师应该OK啦 好那我们来 不算工商服务 各位看到这个东西吗 食物投影机 小型的 小型的膝带型的食物投影机 那 我们会蛮建议各位有一台这样的东西 那目前比较好用的就除了这一台 IPVO 跟那个捷可达 它有一台新的那个 玫瑰金的很漂亮的 这两台 膝带型食物投影机 体积很小 很好用 那我示范一下给各位看 如果有的像有的老师 他很喜欢就是 手感 就是用披感 书写的方式 那 我们当然可能有钱的话 可以买那个贵贵的手写 触控萤幕 但是一般都没有啦 所以我们买这种东西会比较好用 那所以我会 建议各位 我们会安装这样的软体 这个 这个软体 它叫做 这个 这个在IPVO的官网上面就可以下载 然后他也是用 大部分的网络摄影机都可以下载 可以使用 然后他叫Visualier 就是那个 自觉化的投影工具 这一台的好处是 他可以直接这样 照你的桌面 照任何角度都可以 他可以旋转 然后那个支架可以调 可以调 所以你甚至把他拿来当作那个 网络视讯的投影机都没有问题 那 所以他几乎万用 我们一般那个 那个 实作型的 操作型的都可以使用 那一般我们在MIT 如果你要跟 跟同学分享那个手写的部分 比如说我又把他拿来当 黑板 操作 各位同学今天这个 这个10 乘以50 等于多少 有没有 你用这 用这种东西就等于你有一个黑板有一个白板有一个手写板 意思是一样 好 那所以这样就会很方便 那如果你用你的网络摄影机然后用MIT直接分享的话会有一个困扰他会这样子 就是会左右相反有没有或者颠倒 那你就会很麻烦 那所以如果你 镜头也不能翻转 如果我这镜头可以翻转像这样子就没问题 如果你的镜头也不能翻转怎么办 各位 这个软体 这个软体 它上面是可以做旋转 跟镜射 所以你直接用旋转跟镜射 就可以处理 旋转加镜射就是正向 所以你就可以 就可以在这边直接做书写的教学 那或者是作文批改的教学等等等 这非常的方便 这是第1个跟老师建议的非常万用 而且还可以拍照 你可以把这个 写好的计算过程 拍照 拍下来 就丢到你的classroom里面 学生就可以复习 学生就可以复习 所以这个是 它的很棒 它也可以录影 所以你可以甚至把那个 比如说我把它存在 下载好 那 比如说你那个 这边有录影 你就可以按录影之后 你可以把整个过程 就存下载资料 就存下载资料 开始录影 你就把整个过程 10乘以50 等于500 然后你那个过程就可以整个录下来 操作的过程 然后你就 在user的download 你去 就可以把这个网站挂到你的youtube 或者是挂到classroom里面都可以 看影片档就在这边 开始录影 你就把整 整个过程 所以这个是非常好用的地方 也是 很多 有些老师 对这个数位工具 不太熟悉 其实用这个是最简单的 所以这个非常建议各位 然后再来呢 这个大概 两 两三千块 这个是4K的 4K画质的 如果 没有到4K的 只有那个HD画质的 然后1000多块就有了 好那 那如果你已经有网络摄影机 其实你买一个手机懒人架 有没有 用夹子的那个 可以弯曲的那个钢 那个铁骨的那个 那个150块 去夹你的网络摄影机 其实就可以用了 所以非常的方便 这是我个人最建议的 最建议的这个网络摄影机 好再来 有一些好用的工具 比如说 各位上Meet上那么久应该知道 Gembo很好用 就在你的账号里面 这边会有一个白板 Gembo 那这个白板点进来呢 如果你要加新的就是这边直接加一个Gembo 那你只要 随便拿一个东西来举例 好 那比如说你在上课引导一堂作文课 那你就可以 把 等一下 你就可以呢把你那个你用PPT或用其他的方式 你就做 做一个背景 启程转合 对不对 然后你就跟学 可以跟同学做讨论 那你这个 这个背景做好了之后 你就直接 共用 共用的时候就把这个连结在Classroom里面 或LINE群组里面就丢给学生 就把这个连结丢给学生就可以了 那丢给学生之后 对 那个 记得 这边 这个权限的部分 要把它变成可以编辑 这样学生才可以共做 可以共做 好 那 你连结丢给学生之后 他们就可以 他们就可以进来 只要手机或者QR Code 拍一下 连结点进来就可以 那点进来之后 他们就可以利用这个便利贴 点一下便利贴 他就可以把他的意见 写进去 然后他要贴哪一个位置 自己去贴 放多大 旋转 自己去贴 我这个应该是 放在第三段 就可以这样子去做 跟大家一起互动 所以这个是等于在线上 发起讨论的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 甚至 某一个部分可以取代新制图的功能 好那这个东西叫做 非常的 简单好用 也是 在互动的时候非常的建议 然后再来 再来我就按照这个软体的顺序 这个东西叫 这个 这个 工具非常的多 我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就好 这个免费版呢 他可以做五个档案 我 先给各位看 比如说这个例子 你可以把你的要考试或学生的作业变成互动的 游戏 那你就可以让 题目他就会自动出这个叫配对 题目会自动出现 那你觉得是哪一个答案你就把它丢上去 如果对了他就会打勾往下 然后他有音效有动画 如果不对呢 他就会打叉 然后就这样 你可以限制说你有几次机会 然后你的这一题时间给你多少 然后学生打完之后他的名字 会记录在上面 会有一个排行榜的效果 那 其他比如说 像这个 命运转盘 也很好用 还会有一些 那个 本来是我 啊 又变别人 那个感觉 还还蛮不错的 那所以他的模板里面 他的模板去看 非常的多 各式各样 问答游戏 图像测验 还有翻牌游戏 然后如果你 花了一点点钱 升级的话 他的模板更多 所以你几乎 两分钟 一两分钟就可以做好一个 一个游戏 一个互动的那个 内容 那是第一个建议的 然后再来 第二个 如果你做 线上 的文件 因为我们 远距时代 你都会可能做一些教材 不管同步非同步 那做教材 老师最痛苦的 应该就是 我不是 我没学过美术 我做出来东西都丑丑的 但是如果你用Canva 他让你非常的简单 他可以做各种东西 他就是 他有 成千上万的免费的模板 你只要挑你要的模板 然后你只要把照片做抽换 字内容做抽换 就可以 那甚至 稍微修改一下 换个颜色 所以利用他的模板 你看 这张图 其实三分钟以内就做完了 所以你就可以用 非常节省你的宝贵的时间 的方式去做出很美很美的简报 甚至是 影片 甚至是影片 像比如说我们这个 那个影片的片头 这个是他 我只有改字而已 动画都是他自己做的 他就是 我们就是套用这个模组 那你就可以把这个影片下载回来 放进你剪辑的那个片头里面 所以Canva这个功能非常的强大 这个也是 是非常跟各位建议的部分 那另外如果说你 你 一边上课 因为现在线上同步 非同步混层教学 所以有些学生没来的时候 他又不能上线 那你只好把上课的过程 Meet的过程录下来 那录下来之后 你要把他丢上网 那上网之前可能会需要 做一点小的剪辑 那以前我们都用威力导演 他现在都要钱 那个人 剪的两圆片子 非常建议各位 请你用这一个叫做剪映 对按出的 剪映的电脑版 他也有手机的版本 他非常非常的简单 你就下载安装 对那个 电脑他也没有特殊的需求 所以几乎什么电脑他都可以用 那 你只要把 你的影片 拉进来这个地方 他自动 就可以直接做创作 那比如说你 你到哪个地方 你觉得这里该切断 哪里不要 你就直接在这个地方 Cut 剪一刀 那如果前面不要 你就把前面这一段选起来 Delete 我们通常录影都会 片头片尾 至少都会拿掉 或者中间有吃螺丝或干嘛的 就把他弄掉就对了 然后重点是 他不但简单 而且他还可以上字幕 各位 你在文本这边 这里有一个智能字幕 你点智能字幕的时候 按开始识别 他就会帮你自动产生 字幕 那他这个AI辨识的效果 比Google 其他的 辨识的效果 还要高 所以你看你这个字幕 同时 就会有上去了 所以你根本就不用在 像以前一样去编辑那个字幕 以前编辑字幕非常的痛苦 花掉你 大部分的时间 所以你就可以这样去选 那他也有繁体的字 你只要在这边 他有三种繁体的字 所以你去选到繁体字 他就会出现繁体的字幕 而且他的字幕还可以汇出 汇出你到Google上面去 你在上传影片的时候 你如果有字幕的话 Google可以帮你做那个 万国字幕翻译 他会自动做 所以你就变成现在剪字幕上传 跟翻译万国字幕这个动作就 非常非常简单 所以这个非常建议各位 如果你有在做影片剪辑的话 你要剪你的影片上传的话 就 就非常的建议 那接下来 有几个小工具 第一个 我们在做 那个线上的 文件 给学生文件经常会用到一些剪贴的工具 那其实Windows本身他就有剪贴工具 你可以第一次使用的话 你再开始这里点一下 然后直接输入 剪取 直接输入剪取 你就会看到这一个工具 那我的习惯呢 我会把它 这边会有一个钉选 钉选到工具列 我就把它钉选到工具列 它就会长这个样子 那除此之外 我会做另外一个设定 我先把它点进去 这是它的画面 我会在设定这边 去打开 这个设定 这个是快速键 就是 各位的键盘右上角有一个 按键叫做Print Screen 我想你应该很多人没有在用 但这个按键很方便 如果你有把它设定好的话 那以后 你要启动剪贴的时候 你只要按那个按键 它就会自动出现 那这第一格就是 自己选取 哪一个部分 那你选好它已经自动复制了 所以如果你去开那个 假设你去开我的 你就可以直接Ctrl V 贴上 它自动变成图档 所以这个都可以直接做 你的速度 你的生产率会变高 所以十分建议你就是把它放在工具列 那或者是 或者是直接设定到那个Print Screen的按键上面 这样子 就可以剪你要的部分 就可以剪你要的部分 甚至这边呢可以直接做 做助记 做助记 然后可以再存档 另外再存档 或者直接复制再去贴上 这个都非常的方便 这叫剪取工具 那你就不用去 找一些 额外的那些小工具再去安装 那再来呢 闹钟 我们现在远距互动 非常 会需要计时 那Windows本身 其实也有计时工具 你在 一样是Windows这边 第一次用呢 请你直接输入 闹钟 闹钟 输入闹钟 就会出现这个工具 那我一样建议各位盯到工具列 盯到工具列会直接出现在这里 那我就直接要用就直接点它 就出现闹钟 所以我如果要 要设定我就点一下 比如说现在 休息一下 我们计时两分钟 你就储存 那你要开始Play 你就计时 甚至可以放到全萤幕 放大或者到全萤幕 各位我们开始两分钟计时 那时间到它会叫 所以你电脑都会有声音 那回复的话 就直接按这个回复 这个是电脑内建的 你不用再去安装任何东西 那当然如果你 其他比如说你有安装那个电子白板工具 像这边 这个是 MyViewBo 的电子白板工具 所以 这个 网路上 就可以直接下载 它有给 老师 他有帮老师开通那个 教师身份 免费使用 那另外在那个 提摩豆 提摩豆 HighTeach 这个也是老师免费使用 这两个长相很像 都是以往那个电子白板的工具 那这个提摩豆打开以后的长相 那这个提摩豆打开以后的长相 这是MyViewBo 打开的长相 那顺便广告一下 那个 我们教育处跟 MyViewBo 有合作 我们 年前已经训练了一批老师 这批老师是种子老师 然后 每个人有过关的 他有送一台 14寸的 外接的 那个 触控萤幕 手写触控萤幕 外接的14寸 那 所以如果你只要 上过研习 交了作业 然后经过他的那个 种子训练 我们就会有 一个这样的东西 可以让你使用 那第二梯次呢 会在过年之后 大人那边会找时间 在公布这个讯息 那所以如果有意愿的老师要注意 过年之后的那个 MyViewBo的训练课程 那个 14寸 外面卖1万出头 好 那另外一家呢 叫做提摩豆 刚刚的闹钟 这之前的闹钟 好 所以他的内容其实差不多了 那如果 他也有话剂工具 所以你点一下呢 我把它移上来 点一下这其实呢 有没有 这就可以用那支笔 就可以直接 去书写 所以如果你有那个手写萤幕 你就可以直接写字 就会比较漂亮 我们现在用华主写字 就不好看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在任何的文件上去做 那个书写的动作 好 比较值得 另外一个就比较重要 要提给各位知道 就是他有一个 白宝箱 白宝箱里面有一个工具 这个工具都各位常常教学会用的工具 比如说刚刚那个闹钟 他这里也有闹钟 所以你要改 改一下 然后就click 时间到他一样会叫 你一样你可以拉很大 这可以拉到很大 很大就会有感觉 对不对 马表 这个都有 数学的工具 两脚器 两脚器 还可以转 转角度 有没有 转角度 所以这些工具都可以使用 Size 好 所以这个就各位老师自己去应用 那这个提摩豆也是一样 他们的功能差不多 差不多 所以各位自己 依你的需求去选用 那他们也有那个白板的功能 所以你点进来之后 你甚至可以把教材做在里面 教材做在里面 比如说我这个有做那个 你让学生先 作答 所以他上来作答 作答之后 你要看答案 看答案就是 你把答案 这好像会干扰 两家不同的会干扰 我先把这个关掉 好 好没关系 所以我这边其实是有隐藏那个标准的 标准答案 好吧 他有点不太听话 好没关系 我们就 回到刚刚 的部分 好所以这个 互动白板的工具 各位真的可以摸一下 里面太多太多的功能 像这个 像这个这个还有那个 如果你不会桌面 录影 或者是你的MIT 全线没有录影 你也可以使用这边 他直接可以帮你做桌面录影 他可以做桌面录影 你就不用再去安装那个 用OCam 或使用OBS 好 那这个是白板工具的部分 那另外非常非常值得一提的是 Zoom It 我们常在教学的时候那个地方全看不清楚 字太小 东西太小 或者全注意力 专注的关系 看不到那边 那所以我们装了这个Room It 之后 直接按Ctrl 2 他可以做放大 而且你再配合你的滑鼠滚轮 他可以无段放大 然后你在放大的同时呢 点一下滑鼠左键 他就可以直接画记 直接画记 然后 画记完 重点讲解完之后 按右键 就取消那个画记 回到放大功能 然后再点一下右键就恢复 原来的操作的界面 所以Zoom It 这个东西 他是网路上直接可以下载 那他是 解开压缩之后是直接执行 所以你建议你可以 建立一个捷径 或者直接放到电脑的自动执行 开机就启动 他非常的好用 尤其是你要 出外演示那种讲师级的人物 这种东西一定是必备的 那接下来就是 各位Meet如果升级之后 就会有 Meet录影的功能 如果你还没升级 你又想录影 那就是强烈建议各位用OBS OBS除了桌面录影之外 也可以做直播 可以做直播 所以他是多功能的 而且是自由软体 不会带广告 也不会带那个什么 奇奇怪怪的东西进来 非常建议 然后最后就是你做好的影片 你要传到YouTube的线上 那所以 各位可以 就是用你的Google账号 用你的Google账号呢 那直接 里面就有那个YouTube 你直接点 点到YouTube里面 这个就是你个人的账号 那你可以在你的个人账号里面 这里有一个你的频道 点进来 好这边就是你的所有的影片的管理的部分 那你可以点 你每次要放影片 那这个例子是这样子 你要放影片的时候呢 你就点一下加号 上传影片 然后你就可以把你的所有的影片 把你的影片拉了往上丢就好了 这样子影片就会在 云端 就不会占 电脑的空间 然后你又可以随时用连结去引用 那这个是 在这种云端时代非常建议各位的工具 以上 应该都讲了 那另外如果说各位要再去练功 我会建议各位 那个 其实刚刚我们那个 MyView 那个 那个 就是你的 Classroom里面 这里有一个日历 日历 那其实在课程里面 他这里 这里就是那个日历非常好用 日历 这个日历呢 他会 把你所有给学生的 行程 资讯 或者是那个 绞交的作业 他都会按照日历 日历的形式去公告在上面 那学生也可以跟你互动 那这样有一个好处 就是训练学生的自主学习 他可以控制自己 因为他可以在日历上面看到 哪一天有什么作业 哪一天 有什么东西要完成 他就会产生一个 自我控制的一个心态 养成他自制的能力 这个是需要教学的 但是 有日历习惯使用的人 他小孩子是比较容易长大 比较会成熟 比较会控制自我 以后才会比较有那个自学的能力 这个部分跟各位做分享 非常的建议 以上 以上 我把分享停止 以上那个 是今天 最后一堂课的教学的部分 不晓晓各位老师还有没有什么 疑问 银行杂症也可以 有吗 如果没有那就 谢谢大家了 感谢大家放寒假愉快 各位辛苦了 对对对那个 等一下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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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盛明老师 需要那个档案 对不对 我现在马上 接 各位稍等我一下 等我一下下哦 哦 我那个档案是用那个 Xmine做的 新制图 所以你要看我的档案 请你去下载 XMIND 那个软体 那 各位 那个 都可以做编修 都可以做编修 再给我一点点时间 好 快好了快好了 好 设定一下功用就好了 好 我把它贴在那个 信息列 各位我把它贴在 信息列有需要那个档案的 可以到信息列那边点选 那我再 我讲一下是哪一个档 好就是 你 进到这一个 资料夹之后 这边会有一个 这一个 111Google Classroom 教学跟示范的 Xmine 各位就直接下载回去就好了 好那这边其他资料也都可以下载 那个是以前研习的一些资料 好 那感谢各位 拜拜 如果有任何其他的问题 我们在网路上再相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